再来看到明明是出自一片好心来救狗 但是反被指控诈欺 这兽医师是出面大声喊冤 因为当初呢 是帮澳洲驻台代表来医治一只中风瘫痪的土狗 但对方不听诊断 坚持要把这只狗狗安乐死 兽医私下救活了自己养 结果没想到竟然被告上警局 而这起事件也引起了澳洲第一大爆 尘风暴越洋采访 这标题就直接点出了 澳洲的名誉将因为这起风波受到损害 照片里的黄色土狗叫做班级 关在收容所的铁笼里 双眼无玄带有恐惧 一个月前因为中风 被澳洲市主指派飞庸送去安乐死 但收益不忍 鬼门关前把他救了回来 自己饲养 没想到却引起一场跨国官司 他就很大声地说 You steal my money You write to me 那当然我听到这个 我当然不理他 我就说随便你要怎么办都没关系 他说我要去叫警察 把狗救活却反被四主提告 刚从警局说明案情回来的杨医师 既无奈又愤怒 因为明明当初一见到班级 就清楚告知班级可以治好 但对方却一定要把班级处以死刑 但身为医师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 现在班级起死回生 四主不但不感激 还向警局提告 杨医师没有履行口头契约 我认为就是这个狗他们不喜欢 跟这个狗也没有什么很深的感情 给我感觉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要安乐死 我后来跟他收下来一样 我认为就是说这等于是一个 他们把他抛弃的 一个东西不要抛弃 那我跟他捡起来 政治把班级安乐死的澳洲人 调查后发现来头可不小 竟然是澳洲驻台代表处的处长 引发争议却拒绝受访 而这起风波也引来外国媒体 越洋电话采访 澳洲第一大报陈锋报 抖大标题就写着 澳洲命运将因为这只狗受损 内文也提到安乐死班级会引起国际危机 于尽于力谁对谁错 已经有了答案 张天兄 华明君 李明珍 台北采访报道